南道館跳功高中 主持教育以及科技重心 經過兩年的兜兵 今天進行跟百貨強電力 先為原來第四競實力的學校 因應現在科技割電力的苦逝 才會看任由的家學家 家庭培養學生當求責 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經過到世界操作 其實他不在那裡空手道 可以做伏地挺身 處理的安排 馬來臨恨南道館 效工高中 科技重心推動的成果 因應疫情的關係 今天這麼進行跟百貨的開用 效工製作教育 這個科技重心 就由得代表另外 科技的太陽臨發動 和糟糕充滿到科技的感覺 現場經過的 不一樣的科技教育 來發動到地匯多氣勁為主 內容就是 包括這個機電整合 或是一些軟體 或是一些 手動的一些工藝 所以內容是非常豐富的 我認為現在的孩子真的好幸福 就是在108課綱之後 強調素養 為了要來促進到道市 還有增加學校 稍微的鼓勵 南大館政府 到這部經費 這部經濟 在超頓 部立第三頂所在 設立到科技重心 也感謝 夾這裡來觀進到 組織設備 接著大學提供到 政界的輔導 我花到高海扣頂 那也希望我們虛光高中成立的這個中心 能服務我們草屯鎮 國姓鄉 還有中療鄉的這30幾所學校 能夠在科技教育這邊方面 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活化教學 一般我們沒有很大的經費 可以來做這些資源 那有這些資源進來 其實可以讓偏向小孩子 接觸到一些科技的薪資 科技的一些信心的東西 像我們這裡的產品 有CNC的課程 新年兩年我時間 科技重心基盤的建設 標誌公體驗多年 超過到150點 已經到來慎容主委 等現場所為南大館的科技教育電視 記者的明星 炒火度